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斐济除了之前分享的一些优质岛屿外 在其东牢群岛还有不少非常私密且未受破坏的私人岛屿 今天分享该地区另一座岛屿 Katafanga Island Katafanga Island位于瓦努阿巴拉五岛东南约30公里处 位于马戈岛以东44公里处 从临近岛屿乘船行驶20到30英里便可到达该岛 岛屿周围的珊瑚礁有一个200英尺的天然开口 允许大型游艇停泊在海岸附近 该岛占地225英亩 海拔150英尺 岛上覆盖着摇曳的椰子树 是稀有椰子蟹 巨隔 皮贝龟 鸽子 和许多其他本地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家园 Katafanga Island也被称为蓝色蟹湖 因其被5000英亩的蓝绿色蟹湖和白色海滩包围 蟹湖非常清澈 还可以养殖稀有的黑珍珠牡蛎 珊瑚礁边缘的一些地区还是世界级的冲浪地 此外 岛上的石灰岩形成了几个洞穴和潮池 非常适合探险 Katafanga Island能源自给自足 除了由椰子作为主燃料的可再生生物柴油外 还可以设置大型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屋顶来结合宫殿 几乎100%无碳 岛上还建有飞机机库 水处理厂 一个150万公升的水库 以及电话和网络通讯设备 岛上的度假村位于岛屿的西部海滩 可以观赏壮丽的南太平洋日落 在岛的南北两端有美丽的私人海湾 东侧有一条一公里长的飞机跑道和一个码头 北端有两个宫小船使用的岩石码头 该度假村计划建造20座 坐落在海边带有私人沙滩的私人别墅 其中一座已经建成 且符合防飓风及地震标准 主建筑群设有餐饮亭和俯瞰泄湖的露天休息室 一座占地800平方英尺的两层石墙酒窖 还有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和全方位服务的水疗中心 你还可以体验众多岛上活动 包括高尔夫、水废潜水、深海钓鱼、提滑艇、帆船、浮潜、网球 或者是在海滩上或别墅阳台上放松 新业主可以在一年内完成度假村建设并全面运营 也可以选择仅供私人使用 度假村目前占地不到岛屿的一半 新业主也可以进一步细分岛屿 选择单独出售豪华海滨别墅 斐济永久产权房地产不征收财产税 因此更容易出售或对住宅地块或别墅进行融资 Ketfanga Island是一座稀有的斐济永久产权岛屿 适合长期投资并有增值潜力 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询假 我们下期见